下面这个案件发生在2013年的10月11号凌晨 地点是长州市武进区的一家宾馆里 有一名女子手持匕首 追赶着一名半裸的男子对其连筒竖刀 男子送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那么这两个人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要拔刀相向呢 长州武进区正路镇某宾馆的监控显示 2013年10月11号0点48分 一名短发女子与一个骑着电瓶车的瘦高男子进入该宾馆大门 在服务台办好手续后 两人一起上了三楼 3点31分 短发女子再次出现在监控视频中 此时她身穿睡衣 手持匕首 追着一名半裸男子连筒竖刀 男子浑身是血 左手捂住颈部 连滚带爬从三楼冲出宾馆大门 最终倒在了路边 此时短发女子仍不依不饶 又对着男子的胸部和下身捅了几刀 他讲了他说老年要你命 你当老年好欺负吧 他说下辈子他说去地狱 他说再做夫妻吧 他这样讲 人都已经死了 都已经都不动了 他还讲了这句话 感觉就像疯了一样 10分钟后迟到的短发女子被民警控制 经讯问短发女子自称名叫胡威 30岁 山西人 被他捅伤的男子是他已经相识了4年的男友 当晚两人因感情纠葛发生矛盾 遗憾的是男子因抢救无效死亡 据了解案发时胡威和男友入住的房间内 还有另外一名男子小张 小张表示 当晚睡觉的时候 胡威和男友因言语不合发生争执 随后大打出手 隐隐的我看到就是好像手过了一下 应该是我不知道是刀那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他就是他男朋友从那个地下跳起来 啊了一声叫一下叫我报警 我把灯一开 然后我看到地下都是血 然后我打完120 打120 然后我穿上裤子下去 追着他看 那个他男朋友已经被捅在 倒在地下了 流了好多血 我数了一下是七刀 腿上一边腿上 左腿跟右腿是两刀 胸口上两刀 颈子这里是一刀 小张说 他刚来长州不久 对胡威及其男友并不是很了解 但听说胡威脾气不太好 还有赌博的恶习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犯罪嫌疑人胡威当晚就被警方刑事拘留 那么胡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又与男友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呢